给你5美元和2个小时的时间 让你赚尽可能多的钱 你会干什么 这是四汉福大学的一个班给学生布置的作业 他们把全班分成了十几个组 举行了一场随时赚钱王的比赛 最后每组花三分钟的时间 在全班面前汇报上的项目和战绩 听到这个挑战 我的第一想法是 我要赶紧去买肉馅 包一些饺子去卖 如果运气好的话 可能会赚几十块钱 我的这个想法跟学生比简直是落包了 就这个比赛里面 他真正赚钱的团队 其实根本就没有用这5块钱 因为如果你一心想的是 我只要5块钱 你反而会被他局限住 如果你想 我一无所有 我该怎么赚钱 这个时候创造力可能会爆发 那这些斯坦福的学生 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 就第一组学生 他们发现了 在斯坦福附近有一些餐馆 周六晚上特别热门 门口派着长队 于是他们就当起了黄牛 去预定这些餐馆 然后以20美元的价格 卖给那些没有预定 又不想排长队的顾客 然后在卖的过程中呢 他们还发现 就是女生卖的话 就很容易成交 可能因为顾客 他就是比较容易信任女性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和分工合作 男生就负责预定和抛退 女生就负责销售 然后这一组的业绩呢 做得很不错 这是第一组 第二组呢 他们在斯坦福最热闹的地方 值了一个摊儿 免费给大家测量 这个自行车轮胎的气压 如果需要充气呢 就收一块钱 帮他们充气 一开始呢 他们以为不会有什么生意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加油站里面 都有免费充气的地方 但是没想到 来的顾客不少 而且大家都很感激他们 因为他们的服务 确实很方便 所以呢 人们是会以为 也方便买单的 到后来呢 他们又发现 如果不收这一块钱 而是把顾客服务好了以后 让他们自便地捐款 他们的收入反而猛增 因为呢 有的人会捐两块 三块 或者五块 就我感觉 这些学生的洞察力 真的挺强的 短短两个小时之内 这个商业模式已经迭代了 这两组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但是这个冠军组啊 他们做的事情 我真的是打破脑袋 也不会想到的 这个冠军组呢 他们认为 他们最有价值的资产 不是这五块钱 也不是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是呢 在学班面前 做汇报的那三分钟 于是呢 他们就把这三分钟 卖给了一家 很想在斯坦福招人的公司 就轻轻松松 赚到了650美元 拿了冠军 你能相信吗 这其实呢 也挺合理的 因为很多公司 他们每年在招人方面的预算 都可能几十万上百万美元 所以呢 这个650美元 就不算什么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 我们手上 那些习以为常的资源 也许在别人眼里 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呢 下一次又要挑战 要跳出固定的思维模式 好好地分析一下 你手里的王牌 到底是什么 也许就能找到 很好的解决方案 你说呢 记得点赞关注